在严重的刑事案件当中 尤其是报复案中 男女作案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这男人呢 即便再凶狠 一般就是杀人放火 下流一点就是烧杀奸淫 厉害点也最多是杀人全假 总之啊 一刀两断干脆利落 当场就把你给弄死了 一些女人的报复案件呢 往往会使用很多狠毒的招数 不是直接把人弄死 而是不死不活的 尤其可怕的是 他往往不会对仇人下手 反而去对付仇人最珍惜的人 让这仇人呢 伤痛一辈子 咱们说的这个案子就这样 说的是1996年这一天 二十多岁的小学老师杨小霞 赶到了闺蜜庄莉莉所在的小学 这个小学啊 正在放学的时候 庄莉莉看见闺蜜很惊讶 因为他俩已经半个多月没见了 杨小霞表情淡然的跟他说 郭爱萍打电话 让我把他女儿郭小平接回去 庄莉莉狐疑的看了他一眼 没看出什么异常呢 这庄莉莉早就知道 闺蜜正在闹离婚 因为她爱上了有妇之夫 郭爱萍 她那俩人啊 曾经闹过几次了 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 搞得亲朋好友人尽皆知 真是一对欢喜愿者 庄莉莉 郭爱萍 杨小霞三个人啊 曾经是多年的老邻居 以前呢 住在一条胡同 三个人一起 从小玩到大的 认识啊 也差不多二十多年了 郭爱萍 比这俩女的大好几岁 身材高大 相貌英俊 能说会道 会玩会闹 很有女人缘 庄莉莉呢 不太喜欢这个郭爱萍 认为她比较油滑 轻浮 是一个玩嘴皮子的男人 根本靠不住 相反呢 这个杨小霞的丈夫 叫李贵春 性格比较暴躁 为人呢 却特别正派 稳重可靠 这个庄莉莉啊 曾经劝杨小霞 别离婚 你更不能改嫁 给这个郭爱萍 自然呢 从小就固执的 这个杨小霞 也不会听任何人的意见 这个时候呢 她看见杨小霞 来接郭爱萍的女儿 庄莉莉就猜想 这俩人可能又和好了 还是铁了心在一起 庄莉莉呢 就没多想 把孩子就交给她了 谁知道啊 就这么一个 简单娇人的举动 后来让庄莉莉 自责了几十年 郭小平才九岁 是个天真的女孩 也不清楚 大人之间的矛盾呢 她认识这个杨阿姨 好多年了 也没什么警惕心理 孩子呢 就用手握住阿姨 俩人就这样走出了学校 奇怪的是 杨阿姨并没有带她 走平时的路 是走进了一个 偏僻的小胡同 郭小平就非常奇怪的问 你阿姨呀 你为什么走这条路啊 杨小霞冷冰冰的回答 这条路更近 走到胡同深处 杨小霞突然拿出一个瓶子 直接交在郭小平的头上 一瞬之间 郭小平感到针扎一样的巨疼了 惨叫一声就蹲在地上 杨小霞丢下大哭大喊的郭小平 迅速的骑上车逃走了 这边呢 郭小平的双眼已经看不见了 浑身疼得难以忍受 他一边大哭 一边摸着胡同的墙壁 本能的往街上走 就这样走了十来分钟 一步遮体的郭小平才走到大街上 看到这样一个孩子 路上的人顿时惊呆了 你看这孩子身上 脸上四肢 甚至下体都有大块大块的皮肤脱落 哎哟天呐 旁边一个老头一看 哎呀 这这孩子好像是让人破了流酸来 也不知道什么亲手干的 快叫救护车呀 快快快 当年没手机 附近又没有电话 没办法叫车呀 老头也顾不得自己被流酸给烧伤了 果断的抱起孩子 站到马路中间就拦车 这老头真好 另外几个路人也冲上马路 一起帮着拦 人多力量大 很快拦住了一辆政府的公务小车 司机开车 送着干部去开会 被拦住了挺恼火的 哎 你干什么 干什么你们啊 我们有急事 你不能乱来啊 路上的人急忙 就说孩子让人破流酸了 要去送医院抢救去 这车上坐着干部 一看孩子伤得这么严重 立刻让车子就转向去医院了 司机还有些犹豫呢 领导 那个会议怎么办呢 这干部就怪他了 还是还会议呢 这个什么时候还开会呀 孩子都伤成这样了 谁家没孩子 就这要紧 快开吧 孩子就这样被紧急送到医院 这干部以家属的名义 迅速办了手续 就把孩子推到手术室抢救 几个负负责手术的医生 一看全都惊呆 这孩子确实是被流酸给严重灼伤 至少有五分之一的皮肤受损 更重要的是孩子脸上被破得很厉害 五官全毁了 眼睛也睁不开 医生知道这流酸的厉害 怀疑这孩子会失明 负责手术的主任医生 也不知道做过多少大手术了 什么场面都见过 他心疼这孩子 加上但是没见过这种残酷的暴行 这主任的手就不断发抖 一个年轻的护士都忍不住掉下眼泪 就在医院里边慌乱不堪的时候 这个杨小霞还在进行着报复计划 他骑车到了郭爱萍家里 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姓郭的老婆 看到杨小霞这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吃了一惊 之前杨小霞曾经来家里闹过两次 还砸过玻璃 就在这个女人惊魂未定的时候 杨小霞同样拿出一个瓶子 用力的磕过去 成年女人毕竟不是九岁小孩 下意识的一闪 同时伸手一挡 瓶子里边流酸的 只有一部分磕到女人身上 还有一部分飞溅到杨小霞身上 两个人都惨叫起来 一个急忙逃到卫生间去冲洗 另一个迅速骑车逃回家境 没多久这个女人呢 也被送到医院去治疗了 她受伤相对比较轻 也有5%以上的皮肤被灼伤 尤其是脸部的烧伤比较大 这个时候她还不知道 女儿也受伤了 就在同一家医院治疗 发现母女都被人泼了硫酸 伤势相当严重 这医院呢就直接报警 警方赶到医院的时候 杨小霞已经在家人的陪同下 主动去派出所自首了 派出所的民警啊 非常的狐疑 不太相信这个外貌清秀的女人 竟然做出这种令人发指的恶行 这边呢 年仅9岁的郭小平受伤非常的严重 这脸呢已经没有人形了 就像一个恶魔一样 更惨的是 她的右眼完全失明 左眼呢 还只是有一点点光感 根本看不清东西 主治医师对赶来的父亲郭爱萍说 这孩子脸部啊 可以通过整容恢复 但是视力受损是不可逆的 也就是说 郭小平几乎瞎了 另外 郭小平全身烧伤面积太大了 未来生活会非常的困难 她全身对于冷热都会非常的敏感 到了夏天 皮肤就会非常的刺啊 难以忍受 到了冬天呢 皮肤又会感到刺骨的寒冷 又不能穿很厚的衣服 可以说呀 这郭小平 虽生有死 这辈子生活质量是非常差的 也没有自理能力了 更别说生存能力 而郭小平的母亲 受伤比较轻 却也是重伤 双眼几乎失明 那么 犯下如此恶毒罪行的杨小霞 他究竟是个什么人 他跟着郭家 究竟有什么样的刻骨仇恨 这个杨小霞呀 年仅28岁 是一个三岁女孩的母亲 他自身条件还可以 师范学校毕业 在学校担任语文老师 工作稳定 校长认为 他的个人生活问题 处理的不好 工作呢 却是比较认真负责的 对学生也很细心 教学能力很强 有一个家长听说 杨小霞犯下这样的重罪 根本就不相信 不可能吧 我们家孩子学习成差 经常在班上考倒数 那个杨老师主动找业余时间 给我孩子补课呢 没收过我们一分钱 我们送的水管 他都不收 他这种人 能去泼一个孩子流酸 我绝对不相信 他的丈夫 李贵春 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在九十年代 还是比较少见的 在一家大型的国企 担任工程师 这个杨小霞呀 皮肤白皙 眉目清秀 无关端正 是一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女人 她很有江南水乡的 那几分婉约 表面上似乎挺温和的 其实呢 性格比较暴躁 那么杨小霞 为什么做这么极端的事呢 还真是因为一段孽缘 这是一个挺漫长的故事 咱们之前说了 杨小霞 郭爱萍 庄莉莉 仨人出生在同一条胡同里 时间是五六十年代 他们都是工人家庭的孩子 普通老百姓家庭 三家人条件最差的就是郭爱萍家 孩子多 生活艰难 家里粮食不太够吃 每次吃饭的时候 大人 那个大孩子 小孩子 都拼命的加速吃掉碗里的饭 然后再盛点锅吧 放在自己碗里 可是这小孩哪能快过大人的 所以啊 就是大孩子吃饱了 小孩子也吃不饱 父母呢 也不问不问 这郭爱萍的父亲对儿女没有太多感情 之所以生这么多 原因就只有一个 他这么多人里边 只要有一个有出息的 老了就可能过富裕日子 至于其他孩子的死活 这老头啊 根本不关心 平时吃饭 他总是自个儿有一个菜 很多的时候呢 还是肉菜或者是鸡蛋 这个菜 孩子们是不允许吃的 不然就得挨打 这郭爱萍的母亲 是一个逆来顺受的父母 从来也不敢大声说话 一辈子委屈求全 伺候丈夫 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的挨打 他连自己都照顾不了 更别说照顾孩子 郭爱萍是家里边老五 从小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不自搅的也形成了自私冷酷的性格 对人呢 没有太多感情 就连亲爹妈都这样 你还能对谁有感情呢 自然啦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郭家孩子 万事只能靠自己 所以他很早啊 就自立了 郭爱萍才十二三岁的时候啊 就在市面上做一些零工 刚刚十七岁 他就去商场工作 成为了一个业务员 咱之前说过 郭爱萍个子挺高 皮肤挺白 长得挺英俊的 甚至可以说是小白脸 他从小就能说会道 就算跟女人吵架呀 你从没输过 可见这个嘴皮子多厉害 说起来 郭爱萍太有女人缘了 好多女人喜欢这样的男人 可惜呀 他家的情况太差了 最终找了一个同单位的 一个女收货员 这个女收货员家庭还不错 老时候呢 甚至有些懦弱 他呢比较胖 毫无姿色可言 很多人都认为 他根本配不上郭爱萍 也搞不懂郭爱萍 为什么找他这样的人 其实啊 这郭爱萍也是实用主义 他平时跑业务 经常几十天也不在家里 需要贤惠的太太照顾家里 漂亮 毕竟不能当饭吃 况且 这老婆家里呀 有些后台和关系 比郭家强多了 这郭爱萍啊 到底是老百姓家庭出生的 能找到这样的老婆 那很不错了 结婚以后 郭爱萍一家三口啊 还是住在那条胡同 相反 庄莉莉和杨小霞 先后嫁人了 就离开这儿 这庄莉莉不是主角 没什么好说的 杨小霞则不同了 他也出生在普通工人家庭 但是家里呀 只有姐妹俩人 经济状况要好很多 父亲呢 有些重男轻女 一辈子就不断抱怨没有儿子 也只是停留在嘴上吧 父母啊 挺疼爱两个女孩的 最喜欢的就是小女儿 杨小霞 杨小霞的外婆 对她特别好 从小啊 爱如珍宝一般 这个杨小霞 就在很多人的宠爱当中长大 是平民家里的小公主 不过她的性格 从小就特别的固执 诶 倔强 暴躁 只要她认定的事啊 就从来不和别人商量 也不听别人意见 完全是自己做主 杨小霞的胆啊 特别大 从小什么都不怕 敢说敢做 很多长辈就夸杨小霞 聪明能干 有主见 把她带大的这个外婆呢 却有不同的看法 老太太认为 这外孙女不算太聪明 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笨 这种人一旦固执起来 就很容易被人欺骗 应该找一个聪明的帐 杨小霞上中学以后呢 就不爱和父母说自己的事 更别说跟老太太了 有时候啊 她就把自己的事呢 告诉闺蜜庄丽 后者呢 是唯一知道她秘密的人 杨小霞的一意孤行 让她很快就吃了女孩子的大亏 她十八九岁 刚刚工作的时候啊 郭爱萍呢 已经二十多岁 结果婚了 但是两个人经常见面 互相啊 就有些好感 一个是有妇之夫 一个是没出嫁的大姑娘 当然不会有什么 但是杨小霞就很快 喜欢上临街的一个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也非常帅 比郭爱萍还要英俊一点 是一个灯泡厂的工人 两个人经常一起出去玩 闺蜜庄丽丽就搅着 这小子油头粉面的 社会习气很重 杨小霞这种规规矩矩的 女孩子不应该跟这样的人 混在一起 但是呢 杨小霞就不听任何人的劝告 这对情侣啊 还是如交似习 大姑娘小伙子朝夕相处 发生点什么呢 太正常了 即便是在八十年代 非常保守的时期 杨小霞竟然和男朋友 发生关系 小伙子脱下裤子 当然许诺会结婚举他呀 提上裤子以后 就是另一个嘴脸了 几个月之后啊 杨小霞发现 越来越难找到男朋友了 知道这个事不对了 直接去他家找人 这一找 就把这个男朋友和另外一个女孩 堵在家里 杨小霞大怒啊 在男朋友家是大闹了一场 甚至放了一把火 把家里的家具电器全给烧坏了 损失挺大的 如果男朋友他们家报警呢 杨小霞当时就得进监狱 好在这个男的呀 资之理亏 也没敢追究 谎称是烧饭不慎 导致失火 这场大闹之后 两个人由此分手 在八十年代末期吧 这女孩子婚前失真 是很严重的事 属于流氓罪 今天看来这事不算啥了 这就到了二十一岁了 不明白咋回事的家里人呢 就开始逼着杨小霞赶紧结婚 杨小霞因为失真 他就恐惧结婚 不能跟家里人明输害 杨小霞呢 拖延了两年 到了二十三岁 也实在是没法再拖了 就决定随便找个人嫁了算了 于是他就去相亲 就认识了条件还算不错的李贵春 两个人认识六个月 就草草的结婚了 新婚当晚 李贵春就发现妻子的秘密 这在当年可是大事啊 李贵春呢 就因为这事大闹了一场 甚至想当场就离婚 他是个厚道人啊 想一想呢 对这杨小霞还有点感情 再加上婚礼都办过了 怎么回头呢 于是啊 犹豫再三 他决定就这样算了 不计较这事 只是这1991年的社会风气 还是颇为保守的 男人大多有处女情节 这李贵春心里多少 那还是挺介意的 具体的表现就是 李贵春不再像结婚之前那样 对妻子摆意摆顺了 温柔体贴了 这杨小霞呀 脾气挺爆的 一直不太好 隔三差五呢 就发点小脾气 他婚前是李贵春劝一劝 或者不理他就算了 婚后呢 李贵春也同样发脾气 针尖对外忙 两个人就经常打架 没多久 杨小霞怀孕了 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孩 这夫妻感情就有所缓和 可是啊 好景不长 夫妻感情很快又出现了新问题 杨小霞发现 丈夫照顾女儿似乎不是很用心 两个人都是有正式工作的城里人 在1991年是不能生二胎的 也就是说 这李贵春只能有一个女儿 不会有儿子 出生在重男轻女家庭当中 杨小霞立即认为他男人是这种人 嫌弃他生女孩的 于是 夫妻感情更是恶劣了 真的是大吵三六九 小吵天天有 让杨小霞难以启齿的是 他生完孩子之后 丈夫几乎就不碰他 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 女人这方面比较敏感 也有敏锐的本能 他内心深处明白 这个丈夫是在嫌弃他的过去 好不容易熬到1995年 也就是两个人婚后的第四年 夫妻感情破裂了一大半 这杨小霞是个要强的人 气氛之下回娘家长期居住 孩子交给婆婆和丈夫照顾 这一住就是几个月 期间杨小霞无意当中就遇到邻居郭爱萍 这个时候郭爱萍三十多岁了 是个中年人了 他所在那个商场不景气 已经关门大吉 没办法啊 郭爱萍只能去给私人老板跑业务 就成了一个业务员了 两个人本来就是老林月 再加上这个时候杨小霞的情绪很不好 他很想找人倾诉 郭莉莉劝他跟丈夫和好 这个杨小霞不爱萍 开始和闺蜜保持距离 相反呢 郭爱萍则不劝他和好 还说自己婚姻当中也有严重的问题 说他也要离婚 这么一来 杨小霞就叫着两个人同命相连 关系就更亲密 期间究竟是怎么回事 也没人知道 但是没多久 两个人就发生了性关系 对这个事 大家的观点不同 后来呀 郭爱萍认为对杨小霞有真感情 这只是一场婚外恋 邻居包括庄莉莉都不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郭爱萍对杨小霞说的东西 大部分是假话 他说他妻子总统不好 事实证明大多是虚构或者是夸大的 他说和妻子感情不合 其实两个人相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他们认为郭爱萍呢 就是花言巧语 想占这个漂亮少妇杨小霞的便宜而已 如果这杨小霞是没结婚的大姑娘 在九十年代初 已婚男人是不敢随便招惹的 毕竟一九九七年才取消了流氓罪 而且大姑娘被男人占了便宜 一般都会大闹一场 甚至寻死灭活的 这杨小霞已经是结婚的女人了 又在闹离婚 似乎是比较容易被占便宜的女人 一般认为呢 杨小霞结婚又生过孩子 是过来人对这种事啊 看的不太重 即便她和男人发生了婚外姓关系 似乎也不会像大姑娘那样 什么上吊头盒的大闹一场 据郭爱萍的朋友回忆 这个郭爱萍啊 私底下曾经跟她说过 杨小霞呀挺疯的 脾气还暴躁 谁能受得了她 这种女人就是白送给我 我都不要 她没想到的是 人家杨小霞可是认真起来了 把这郭爱萍就当做唯一的爱侣了 一直到了1996年初期 两个人逐步啊 就不掩饰婚外情了 一块出去旅游 以夫妻的名义住宿 杨小霞还在外边住了间房 作为两个人同居的爱巢 丈夫李贵春知道这个事之后 就跑过来质问她了 杨小霞呢 一点不慌 直接提出离婚 这下子轮到李贵春傻眼了 他虽然经常跟妻子吵架 也有一段时间不碰她了 对她还是有感情 况且他们孩子才两岁呀 李贵春啊就不愿意离婚 但是他非常了解妻子的脾气 知道当面跟她沟通没什么用 也就不碰钉子了 随后呢 就到了妻子的娘娘 希望岳父岳母能劝劝她别离婚 这边呢 杨小霞直接找到自己校长了 表示要离婚 校长就劝她要慎重 她不仅仅是一个妻子 还是孩子的母亲 一旦离婚了 会导致家庭破裂 这孩子失去妈妈或者是爸爸 就是这杨小霞决定的事 谁都不能改变 她舔了心要离婚 多次和李贵春谈话 逼迫丈夫立刻离婚 李贵春挺犹豫的 下不了决心 杨小霞认为 这是丈夫故意拖住她 不让她开始新的幸福生活 对丈夫是极为的仇恨 她曾经对庄莉莉说过 要找人弄死她丈夫 可是啊 出乎杨小霞预料的事情发生 就像那个初恋男友一样 郭爱萍对她的态度 迅速冷淡下来 原来啊 李贵春曾经找过郭爱萍 两个男人当面聊了这事 李贵春不是笨蛋 直言不讳的说 我老婆的性格我最了解 她认定什么事 石头牛也拉不回来 如果有人耍她 她就算豁出性命也会报复 你如果不准备离婚 就适可而止吧 别弄到家破人亡的地 这几句话 顿时让郭爱萍是心惊肉跳解 她也是从小跟这杨小霞 一起长大的 也知道她的性格太刚强了 只是这人是个欲望的东西 面对一个美貌的性感少父 再看看家里那个人老珠黄的黄脸盆 郭爱萍呢 不愿意随意的中断这段孽缘 于是两个人断断续续 又同居了大半年 这期间呢 郭爱萍搅着女儿的学校太差了 请杨小霞帮忙 把女儿转学 就到了庄莉莉所在这个学校 还进入她的班级 这边呢 郭爱萍的老婆 早就知道丈夫在外边沾话热草 作为一个下岗女工 她没有正式工作 完全依靠丈夫养 在这种情况下 本来就懦弱的她 只能装个什么都看不见 哪怕丈夫连续好多天都不回家 这段所谓的甜蜜期 并没有维持太久 杨小霞很快发现 自称夫妻感情破裂的郭爱萍 似乎并不愿意离婚 在她反复的逼迫之下 这个郭爱萍就说了 各种理由去拖延 拖了好几个月 双方就开始不断的争吵 杨小霞的性格刚硬 吵架越来越厉害 甚至动起手了 到了这个地步 郭爱萍终于暴露了真实面目了 她要分手 杨小霞做梦 没想到这个情人竟然做得如此知觉 她就问 你说什么 我没听错吧 上个月你还说很快和你老婆离婚呢 你要同我结婚 这才几天呢 你就变卦了 人家都说你狡猾 想白玩我 我都不相信 没想到是真的呀 郭爱萍就说 什么白玩啊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啊 你让我离婚 我现在办不到 我老婆不愿意离婚 那我能怎么办 是她不愿意 还是你不愿意啊 如果是她不愿意 这好办 我现在就去找她谈 说完 她就要出门 被郭爱萍一把就拉住了 你疯什么你疯啊 现在都几点 疯够了没有 我女儿早就睡觉 你别吓坏她啊 杨小霞一听这话 更怒了 郭爱萍啊 你还在骗我呢啊 你现在等于承认自己说过的话 都是放屁了 你心疼你女儿要维持家庭呢 你为什么和我同居啊 我把一切和我丈夫都说了 又和校长说了 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已经几虎难下了 你让我怎么办呢 你这是摆明了 要耍我呀 我肯定要找你老婆说清楚 说起来 这个郭爱萍比杨小霞呀 聪明何止十倍 眼见这个事要闹大 郭爱萍立刻回家 声泪俱下的 就跟老婆主动谈白了 她说自己一时冲动 才和杨小霞发生了性关系 其实最爱的还是妻子 现在杨小霞反复的逼迫离婚 她不愿意 但是无法摆脱纠缠 于是啊 她还保证 以后不再和杨小霞来往了 希望妻子原谅她 同自己一条心 来对付这个情妇的吵闹 听了这一番话 妻子就信以为真的 马上原谅了丈夫 反而怨恨杨小霞勾引她丈夫 郭爱萍此举 有明确的目的 就是为了过未来的那一关 几天之后 杨小霞果然找上门来了 向郭爱萍老婆摊牌 在杨小霞看来 自己的丈夫 已经在外边偷星这么多天了 那放在任何一个老婆都会受不了 肯定要愤然离婚 没想到 这个女人此刻 完全把杨小霞当作敌人了 跟自己的丈夫站在一起 她不计较丈夫的风流运事 断然表示自己绝对不会离婚 直到这个时候 杨小霞才逐步醒悟了 她向闺蜜庄莉莉就说了这事 相比一直讲感情的杨小霞 庄莉莉却想到了另外的事 就是钱 两个人同居期间 郭爱萍先后向她借了数千元钱 在九十年代 这不是一笔小数字 当时两个人打得火热 当然没写什么借条了 在庄莉莉看来 这恐怕也是郭爱萍的套 财色双收 这啥 庄莉莉好歹也是 郭爱萍女儿的班主任 又是老邻居 还是能够作为中间人的 于是她出面 邀请两个人去茶社里边 好好谈谈 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呢 郭爱萍这个时候 态度异常的坚决 就是要分手 在庄莉莉提出 钱款问题的时候 郭爱萍倒是没耍赖 表示愿意归还那五千块钱 两个人同居 几乎所有的开销 都是杨小霞出的 显然不止五千块这么多 这个杨小霞彻底就被她激怒了 啊 想白玩我 没那么容易 半年之内 我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最后呢 杨小霞曾经两次冲到国家大闹 还砸坏了窗户玻璃 民警赶来之后 却感到很难处理 这杨小霞就砸碎玻璃 没伤过人 况且这又是感情纠纷 清关难断家务事 民警就让他们自己好好谈谈 和平解决 不要动手 这个时候的郭爱萍啊 感到了一些恐惧 他发现杨小霞的眼神变得有些不正常了 有一种冰冷的残忍 在郭家闹事的时候 杨小霞曾经大骂你这个六亲不认 冷酷无情的人 但我知道你还有一样心疼的东西 信不信我毁了他 我让你一辈子不得安宁 这样心疼的东西 当然就是爱你 郭小平 几天之后 感到恐惧的郭爱萍 主动要和他面谈 这期间 郭爱萍试图要通过录音来留下证据 然后向公安局检举杨小霞 可能会伤害自己的女儿 杨小霞毕竟是知识分子 并不是傻子 对于你是不是要对我女儿动手的话 这样的问话呢 他含糊其词 没有明确回答 这郭爱萍的取证也就失败 为了摸清楚杨小霞的意图 以免被报复 这个郭爱萍也算是用尽手段了 甚至找到了他们的校长 希望出面调解 没想到 这个时候杨小霞已经下定了残忍报复的决心 表面上表现得非常正常 面对校长批评他过于情绪化不计后果 杨小霞就笑着回答 我才28岁 人生刚开始 还有几十年好活呢 怎么会去做啥事呢 您放心吧 甚至对自己唯一可以说心里话的闺蜜庄莉莉 他也说了一番假话 行啊 我想通了 俩人认识就是缘分 不能做夫妻也能做朋友 这事啊 没啥大不了的 他的这些表演迷惑了几乎所有人 不过郭爱萍始终是心惊胆战 他毕竟和他俩做过这露水夫妻 对他是有一定了解的 他明白杨小霞只要铁了心 什么都敢做 打这个时候起 他就每天亲自接送女儿 身上还带着水果刀 防止被偷袭暗算 现在咱们说一个名言 任何人也挡不住真正的亡命之徒 仅仅几天之后 杨小霞就来骗走了孩子 把溜酸倒在他头上 在动手的前一天 杨小霞出人意料的去了自己以前的家 看到三岁的女儿被丈夫和公婆养得又白又胖 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这个时候他才明白 丈夫对孩子很好 没有重男轻女 对自己也不错 他婚前跟人发生过性关系 还一直隐瞒着 丈夫也没有翻脸 默默忍受了这一切 而且杨小霞大闹离婚 还搬出去跟别人同居 搞出很多丑闻 为这事 丈夫受了很多的嘲笑和舆论压力 却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表现 还细心的照顾女儿 看来啊 之前这杨小霞错怪了丈夫 看错了人了 一看妻子流泪 一直装大男人的李贵春 也流些眼泪 他握住杨小霞的手就说 哎呀 以前的事啊 让他过去吧 从今天开始 咱们俩人好好过日子 咱这一家三口啊 会挺幸福的 没想到 杨小霞推开丈夫的手说 太迟了 太迟了 第二天 杨小霞就去泼了流酸 同时寄给丈夫一份遗书 大体是说 他亏欠丈夫和孩子太多了 此生无法弥补 愿意来生 做牛做马 他今天遭遇的一切 都是咎由自取 他绝对不能宽容 那个色狼野兽 玩弄女人肉体和感情的人 一定要报复他 让他一辈子 也不得安眠 杨小霞报复手段 极为的凶残 导致两人重伤 一审被判处死刑 这个案件放在今天 可能结局会有所不同 不过九十年代 同今天不同了 任你有什么原因 只要对儿童泼流酸 你基本都是死刑 在当年来看 泼流酸比一刀把人杀了 更为残忍 杀人是干脆利落的事啊 人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被泼了流酸以后的人 尤其是孩子 终生不可能有好日子过 生不如死 站在这个立场上 杨小霞犯的确实是死子 即便他自己也是受害者 在案发之后三个多月 杨小霞就被押腹刑场枪决 不过这悲剧并没有结束 郭小平被泼流酸之后 社会捐赠了巨款 让他做了好多次大手术 身体有了一定的恢复 然而呢 他仍然留下了终生的残疾 面目全毁了 双目基本失明 可怜这女孩啊 可怜的也不只是 他郭小平一个 杨小霞被枪决的时候 他女儿年仅三岁 因为母亲搞出这么大的丑闻 她不但生长于单亲家庭 在学校和社会上 受到各种的歧视和嘲笑 患上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甚至可能患有精神病 这个姑娘失去了生活能力 很多年都没有离开家 她的邻居经常在深夜里 听到女孩歇斯底里的尖叫 久而久之呢 竟然也就习以为常 说来说去 该被报复的人也就是郭爱萍 没事 就是他日夜看到面目全非的女儿 恐怕内心深处 也是生不如死吧 很多人同情杨小霞 认为他被人玩弄欺骗 才去报复他 后来主动自首 似乎可以酌情减刑 但是自古冤有头债有主 杨小霞就算要报复 颇硫酸的对象应该是郭爱萍 甚至可以是他老婆 为什么要去伤害小女孩呢 在最后啊 我还要劝大家一句 不想同这个女人结婚 就不要随便搂着她上床 不然很有可能会有限制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